网传赵丽影下一部剧已确定 或将再次挑战古偶 男主是老熟人 对于很多当红明星来说 到了一定年纪 转型是不得不面对的事情 但转型也是有风险的 有时候转型不成反倒丢失了人气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两手抓 一边出演正剧进行转型 偶尔也出演古偶剧来稳定人气 近日 正在拍摄电视剧野蛮生长的赵丽影 被曝下一部剧已经确定了 在此之前 赵丽影先后出演了两部现实题材的电视剧 大家都认为它要开始转型了 所以很多人也猜测 它的下一部剧应该依然是这样的题材 但让人意外的是 剧爆料赵丽影的下一部剧是一部古偶剧 因此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据爆料 赵丽影的下一部剧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电视剧 雨凤行 这部剧其实很早之前就传赵丽影将会出演 但之后这部剧却并没有开起来 而赵丽影也去出演别的剧了 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赵丽影将不会出演这部剧 此次爆出这个消息之后 既让大家惊讶 又觉得意料之中 雨凤行这部剧讲述的是世间最后一个神军行职与女王爷沈黎之间发生的一系列故事 从这个简介也可以看出 如果赵丽影饰演的话 将会是饰演一位女王爷 而且这个角色的原型还是凤凰 是一部仙侠剧 虽然赵丽影期间也饰演过不少古装剧 但这种会变身的仙侠剧还是比较新颖的 也让大家非常期待 除了剧本身之外 大家也很关心与赵丽影进行搭档的男演员是谁 这部剧的男主角之前增传过邓伦和林更新 而此次爆料最终男主定为林更新 赵丽影和林更新一起合作过电视剧楚乔船 当时两人的合作就是非常不错 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所以两人再次搭档 也是让大家非常惊喜 不过也有人认为两人与其出演这部剧 还不如去把楚乔船2给拍完 毕竟很多人都还在等待 赵丽影现在正在拍摄电视剧野蛮生长 这部剧的男主已经杀青了 作为女主的赵丽影 应该戏份也不会太多 最快应该能在本月进行杀青 与与凤行的档期也能够对上 当然还是有不少人觉得赵丽影已经在转型中了 没必要再回头言古偶 毕竟上一部有匪对赵丽影的口碑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不过也有人认为赵丽影 现在还年轻 演古偶也完全合适 而且正具古偶两手抓对于演员来说更加有保障 事业发展也会更为长久 所以在接古偶也是能够理解的 看到网传赵丽影和林更新将会搭档出演电视剧与凤行 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观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